歡迎收看未來送提安 我是科技外貌協會的阿桑 我現在人呢在南港火車站 因為今天能收到小米的邀約 要帶著最新的手機14T Pro 搭著明日號去台東旅行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剛前面大家看到的這些畫面 全部都是我用小米14T Pro的 電影級拍攝模式拍成的 是不是其實不錯阿 那這也是小米首次把電影級拍攝這個功能 下放到T系列的手機上面 同樣支援2.39比1的畫面比例 可以拍攝4K 三十幀以及LOG檔的格式畫面 如此以來就提供創作者 有更多後製調整的空間啦 除此之外呢 14T Pro也首次加入了IP68的防水等級 以及它也是T系列的手機中 第一款支援50W HyperCharge 無線快充的機型喔 只是要45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從0充到100% 所以其實在外面玩的時候 就可以減少電量焦率的問題 那我自己最後讓台東旅行拍下來 其實我全程都是開電影級模式 以及4K的畫面在拍攝 那一整天行程下來 我自己是覺得電量真的滿夠用的 我只要回到飯店之後才拿出120萬塊充頭 然後來充小米的手機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給過 那聽到這邊大家是不是覺得 欸其實該給的功能都給了 所以呢 14T Pro其實被最多人譽為說是 目前小米手機系列中CP值最高的 因為它不到2萬元就可以入手 很多旗艦的等級也直接下放到機型上面來 不過如果你是真的對攝影或鏡頭規格方面 更有要求的朋友 就歡迎直上14Ultra囉 那說到攝影功能啊 這趟台東的體驗下來 我覺得它完全可以深入 獨履的影像紀錄工具 因為首先呢 它配置了萊卡的SUNALEX鏡頭 這個可是前幾代都沒有的 而14T Pro呢 它配置了5000萬像素的主鏡頭 使用光影戀人900的感光元件 等效23mm 1.6的大光圈 另外呢 還配置了一顆5000萬像素的長焦鏡頭 以及12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頭 好啦講了那麼多 其實我覺得每次講到鏡頭規格 數字只是數字 但我們還是想知道 實際拍出來到底如何 所以接下來的旅服裝 我嘗試用小米14T Pro的各種焦段 去記錄拍攝明日號的開箱影片喔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搭乘明日號 我發現啊 一個我超級喜歡的小角落 待會在影片裡面就會跟大家分享 那看完明日號的開箱 緊接著 我就會告訴大家 小米14T Pro 它的夜拍能力到底有多扯 明日號上面呢 總共有六級的車廂 是乘客可以隨意走動的 一號的船 從台北南港到台東 是早上9點45分到下午6點 超級長的時間 你問我都在幹嘛呢 就看東西發呆啊 吃吃喝喝啊 睡覺還有 像這個 到熊市月台報到之後啊 我們行李會直掛到下塔處的台東櫃田酒店 不用自己推欸 這點先給讚 接著呢每個人都會拿到一個資料包 裡面會有通行 這真的超級重要 因為你上下火車都要靠這一張 你才可以進入月台 裡面呢還會有台鐵貴賓室的茶點對換券 兩個明日號的口罩 還有換銀函和行李的吊牌 真的非常的精緻 那這個拉鍊大家以後不管你旅行 或是你去哪裡都可以再拿來做實用 我自己覺得很喜歡 那東西都領完之後呢 就會有專人帶你走專屬的通道去 專屬的月台大明日號 那當我們到飯店的時候啊 就會看到京華酒店服務團隊 在月台上攻後你上車 真的超級有一種準確感 所以從報導到上車這個過程 都覺得非常舒適 那我們的旅程就直接開始囉 那座位區的部分呢 都在商務車廂 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一張這樣的掛牌 然後上面呢 就會我們有自己是哪一個車廂 座位在幾號 他的椅子非常好做 很舒服耶 就是頭很髒的感覺 除了椅子又大又舒服之外 最重要的是他居然有靠枕耶 真的超級貼心耶 因為一趟旅途下來大概六到七個小時跑不掉 然後如果你一直久坐的話 腰會超級爽 所以他有提供靠枕 這點我真的高度給讚 另外他椅子的花紋 是有進入特殊設計的喔 因為我們這趟是花東的旅程嘛 所以他特別配合花東的特產 白色的部分就是花蓮大理石 然後藍色呢就是藍色海洋的意象 這一點設計呢 我也覺得非常用心 很符合舞這趟人文之旅的行星價值喔 接下來就是霸台車廂囉 那這個車廂裡面呢 提供了免費無限序的茶墊 以及手沖咖啡 沒有錯 真的是現場手沖 在這個晃的列車裡面 咖啡師的手真的都超級穩 那我問咖啡師說 他們不會覺得很晃嗎 然後就習慣了 舒子之外呢 這邊使用的咖啡還是得過獎兜 所以大家如果有拿明日號的話 一定要來品嘗去開 不過呢在這裡的車廂裡面是沒有設置座椅的 它是站立室的邊桌 所以呢我覺得它的目的應該是希望大家 坐太久了 可以起來走一走啊 喝個咖啡 吃個小點心 可以出外風景放鬆一下 好緊接著就來到客廳車廂 這可是所有車廂裡面 我最最最喜歡的一個小角落喔 因為明日號的車廂啊 是用復古的蒟光號車廂 它的窗戶都是超級大片 視野非常的好 不過呢我最喜歡的是 因為這邊有旋轉沙發 超舒服的 還可以慢慢轉來轉去 你就可以轉到一個 你覺得最素行的角度 然後看著外面的風景 或者是可以在這邊曬曬太陽啊 跟朋友聊聊天啊 吃吃東西 喝咖啡 真的很放鬆耶 在這個車廂裡面 那在客廳車廂呢 它有一個角落是有設置油桶的 我們上車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拿到一張明信片 那明信片你就可以自己 看你要寫給誰 就可以投進油桶裡面 我自己是覺得 對這趟旅程是更有一種儀式感的感覺 我也寫了喔 但是我後來發現 我忘記寫第幾 那接著走呢 就會到下一節車廂 它叫做影視車廂 但我覺得 這裡沒什麼 就是旁邊有兩排座位 然後上面掛了一個電視機 也不知道太大 但是配置的是BOSS的影響 如果你想要換個位子做 就可以來這邊囉 我自己是沒有多做停留啦 最後重頭戲 就來到我們的明日廚房啦 這個餐廳呢 一開門就看到整個黑色系的設計 哇 超級大儀的耶 就是很沉穩 然後有一種神秘感 有一種高級的質感 那餐廳的部分 是只有在用餐的時間 才可以進去的喔 會有轉眼到商務艙你的位置 直接把你帶位到餐廳裡面入座用餐 那所有明日廚房的餐點呢 全部都是由精華酒店的主廚來做準備的喔 我自己覺得整個用餐的氛圍跟品質 真的很不錯耶 那一開始我上車的時候想說 天哪 我平常在火車上都不吃便當 因為搖晃晃晃晃真的會想吐 可是沒有想到在明日號上面 用餐的時間 它會刻意放慢列車行駛的速度 到不同的站點的時候 也會稍作停留 所以我自己覺得整個用餐的過程 是非常舒適的 重點是它的紅酒啊 香檳啊 是可以免費去的耶 真的超好喝 然後回程的時候 它是提供一支蜂蜜口味的小米氣泡酒 但它真的一定要去試試耶 我這樣喝了三四杯 然後微醺看著春味風景 這樣喔 一切都很到位 好了那回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覺得很用心的部分 還有它桌子的設計 因為在列車上難免會有晃動 但桌上都是一些瓷器啊 高腳杯這些 如果一個Move 一個Move 我就掉下去隧道 那工作人員肯定是清不完 對程度也有危險 所以它在桌上的杯子部分 都另外在鋪有止滑墊 那在桌腳的邊緣呢 它其實都有在做一個增高的阻擋設計 從這個小細節的設計上呢 就可以看出真的是提供五星級的規格喔 那整個用餐的時間呢 其實滿長的大概有到兩個多小時 快三個小時 就很像 喔 黑白大廚在品味那種精緻餐點西餐的感覺 那它每一道精緻料理 都是取自於花東在地的食材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特別喔 吃到花東在地的食材 啊 一轉頭我看到車窗就發現 哇 我就直接身處在花東的這片土地上耶 讓我們最清淨產地的五館體驗啊 就可以更加的深刻 那在用餐的最後呢 主廚還會出來一桌一桌跟你打招呼 好啦所以其實我覺得明日廚房整體 如果滿意度最高是10分的話 我應該會給到快9分喔 可能是因為我喝了5杯酒 非常推薦大家這個呢就是 明日號這趟旅程的highlight精華點 一定要來體會看看 這趟明日號的開商 不知道大家覺得小米14T Pro的錄影表現如何呢 我自己是覺得可圈可點啦 不過如果比起電影及拍攝模式的話 我自己會更喜歡一般的錄影模式 因為電影拍攝模式 第一個它沒有辦法換焦段 第二個它的對焦你可能需要自己 手動去觸控螢幕調整一下 不然就是會有一些出現死角的狀況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是獨履的紀錄我會開啟錄影的格式 因為它可以直接去切換焦段 這樣子在拍攝上就會更快速 可以捕捉到一些我真是想拍的畫面 小米14T Pro呢它的鏡頭焦距可以涵蓋15mm到120mm 超級廣的 無論你想要拍長焦或者是拍廣角都可以辦得到 那它也保留了大家非常喜歡的 萊卡經典還有萊卡人像的濾鏡 萊卡經典呢就是四周會有暗角 你可以拍攝出一些比較復古的氛圍 除此之外 人像鏡頭非常經典的焦段 也在14T Pro可以做運用 那接下來就跟大家分享到 我覺得超級扯利的拍功能 先給大家看一段畫面 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這個是我在台東加入的海邊 晚上那個已經快接近11點的時候拍攝 現場真的是一片霧漆媽黑 可是你看到手機裡的畫面 就是很像凌晨 接近凌晨它很快出來這種微光的感覺 超級不可思議的耶 我覺得這肯定是歸光於感動元件啦 使用的是光影獵人900 1.3吋的大小 所以它的吸光能力其實會更好 那像這台主鏡頭呢 它的光圈是1.6 比上一代的1.9還要大 同時呢它也支援OS光學防手震的功能 所以其實可以在低光源的拍攝情況下 獲得更清晰的畫面 另外呢它也具備了13.5 EV高動態的範圍 還有14位元的色彩深度 再加上Ultra HDR的技術 可以幫我們捕捉更多光影的細節 如此一來就可以克服不同環境場景的限制 獲得更漂亮的照片喔 另外啊我也很喜歡它的自拍補光燈功能耶 它不是直接亮起燈泡 它是在螢幕上出現白框 那個就等於一個補燈的效果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 那這功能就很好運用在一些 像是比較昏暗的餐廳 或者是室內你想要進行自拍的時候 就可以做使用 那在鐵畫廚我也拍攝了一些夜間的人像紀錄 我只能說啊 萊卡鏡頭的發色真的很漂亮 就會給你一種暖暖柔柔溫和的感覺 即便在低光源的環境之下 也不會有太多的噪點 就是給你一張乾淨然後沉穩的人像照片 那在室內啊也拍攝了各種不同焦段的圓像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如何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 它的圓像輪廓呢不會被背景景深吃掉 反而我自己覺得還蠻清晰的 不過我發現如果真的在太昏暗的環境之下 到2.6倍的焦段之後 就會開始有一些塗抹的痕跡 不過整體來講 我自己覺得夜拍的能力是非常棒的 就是不會受到太多環境的限制 即便在地光源的場景下 也可以拍出不錯的照片 Yeah 我現在在波浪大道 因為現在這邊太陽超大 我邀請到萊卡學位的講師森巴 嗨 我是巴 對 然後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這是14T Pro 它也是用了萊卡的鏡頭 像這種場景的話 我們可以手機用哪些設定 可以拍出比較好看的照片 有幾個方式啦 第一個是呢當然就是描迷對陽光 最簡單的答案 第二個是你可以試著讓你的主角把太陽擋出 然後拍出剪影的效果 手機一定可能會有金色的光邊 會很漂亮 另外的話小米這一次應該是很多手機都有 不過小米這一次的HDR 動態範圍的設定很強 所以在拍的時候把你右上角 有一個叫HDR的東西打開 對 那這樣子拍的話 非常亮的地方跟非常暗的地方 它的細節就比較清楚 好 那我就實際請森巴來幫我試試看 拍出來的效果怎麼樣 那小米14T Pro也新增了許多AI功能喔 我們特別訪問到小米的工程師品成 他跟我們分享 其實他覺得這一次的AI功能都非常的生活化 例如像是AI筆記功能 他可以幫我們把一大篇文章 會整出重點我們就不用看超久 可以清晰明瞭說 這篇文章的重點1重點2重點3 他會幫我們做列點 除此之外呢 他還可以幫你揪出文章裡面的錯字 我覺得這點超級方便耶 像是文字編輯的工作者啊 通常寫完一整篇文章 要再去找自己的錯字 有一種當局者迷的感覺 會找不到 可能會忽略掉很多錯字的部分 所以這時候AI筆記功能 就可以協助我們做到錯別字的糾正 那除了幫一大篇文章 整理出重點心得之外 他還會做排版 那第二個呢就是最常用到的AI相簿功能 直接在相簿裡面點選智慧成片 你只要選擇你想要的素材 無論是照片影片都可以混合在一起 那因為現在大家都追求即時 所以在裡面也可以選擇 我這支影片的版面呢 是要1比1、16比9或是9比16 符合你想要發社群的版面大小 那你也可以選擇 要不要追蹤人物或是主題讓他置中 以及影片長度看似要30秒還是1分鐘 最酷的是 你可以直接輸入說 我這支影片想要文青風的感覺 或是旅行感輕鬆的Vlog 他就會直接生成出相對應的節奏啊 背景音樂 我覺得這非常方便耶 那說到AI啊 修圖功能一定要有的 他的魔法消除Pro我覺得蠻厲害的 因為像是我坐在博朗大道 金城武樹下面拍照 後面其實有幾條電線 但是我透過魔法消除Pro 就消除得非常乾淨 然後他會自己生成填補後面 例如說稻田的景色啊 或者是樹枝 接下來在這支14T Pro呢 也加入了Google圈選功能喔 例如說我們今天搭乘明日號 你只要打開這張照片 然後把明日號圈起來 他就會直接幫你搜尋出 關於明日號的所有資料 無論我們是在看照片啊 瀏覽網頁或是看影片的時候 只要搶按底下的橫桿 然後就可以換出這個Google圈選功能 去快速搜尋我們想要的資料 最後呢在14T Pro裡面 也有Google Genomai喔 他就是Google自己的生成式AI聊天機器 所以在有網路的情況下 你可以直接跟他對話 例如說我今天要寫稿 有沒有靈感 或者是我想搜尋一些資料 其實用起來也非常方便 所以我覺得 這次在14T Pro裡面 就加入了非常生活化的AI功能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囉 OK 看了這麼多內容 其實我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各家的手機品牌都在供輕裝 或者是一機搞定 媲美翻演這些面向 那在小米14T Pro身上 的確可以看到這樣的野心以及用心 不但把很多激進旗艦規格的攝影功能 下放到T系列之外 小米和萊卡這麼長期的配合 在攝影上也是已經有 獨樹一格的地位囉 不過你要說他攝影超強 也沒有 因為還有一吋感光元件的 Ultra老大哥在 不過這麼整體表現 加上AI的功能 加上影像的運算 甚至在14T Pro還跟e卡通合作 在生活上面帶來更多便利 所以這樣子看下來 我自己覺得 14T Pro它真的是一隻很高CP值的手機 一定還是會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不過不用兩萬塊價錢 就可以獲得這些規格跟東能 我自己是覺得已經還不錯了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今天的內容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做互動喔 那如果是想體驗慢活旅遊的朋友 也非常推薦明日號的行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一定要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